纽约地铁L线路在2012年遭遇桑迪飓风导致东河隧道损毁 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在周一宣布 已经在今年6月完成了地铁L线路上的12个站的维修工程 其中贝德福的大街车站新增两台新电梯 全新楼梯更换照明系统以及更多的电子信息屏幕 目前纽约大都会运输署还在兴建三个新的变电站 这能让地铁L线在高峰时期列车运行量增加10% 新唐人记者柯丁廷奥利福纽约报道